他们两个刚才共同努力战胜了马林和陈起这对2004年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胜打的冠军 大家看到现在的冠军出场了就是中国选手马龙和许心 这又产生了一对新的实际胜打冠军 这样许心和马龙就以第1的比分战胜了王毅坚和好帅 获得了卡塔尔公开赛男子胜打的冠军 这样许心连马龙1比5 3比1拿下了这场比赛 赢得了2013年国际平台阶群一赛中国公开赛男子胜打的冠军 第5局的比赛马龙跟许心完成的逆转以11比8拿下胜利 成为今天的日本公开赛男子胜打的冠军 所以也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男子胜打的冠军 怎么算都太难 分开之后更勇敢 像个白头的冠军怪我 怪我怪我我也帮忙了 本来就白一点了 然后经过我俩的努力 两兵 结果我俩不给人卖钱几一转头了 我俩不给人卖钱几一转头了 我俩不在是没有 已经确实有伤也影响了一定发挥 但是你已经用所有能强劲一切办法的手段去针对受伤治疗 然后再尝尝能用这样的发挥让我很感动 想赢的时候他们会忘记 我觉得我们两个只要是好好配好好拼 随便他们换谁上来都行 不干净 你看才正 我俩这样的都是伤病 伤病缠身 能够在手术以后 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 장을支付国家 能够在手术以后 能够在手术以后 别害怕 风起云淡 看我们一手 能够在手术以后 能够赶好 能够在手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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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凭着我俩多年的默契 坚信能够赢下这场赌场 4比1 马龙许欣 这样的话呢 马龙许欣就以3比1的总比分 击败了青春霍尔和毕丘霍尔获得了 本次卡塔尔红弹在南窗的冠军 1比6 这样马龙许欣 冬季奥运会的中国蓝队的双打组合 刷到了最后 第一盘马龙和许欣 他们强势的3比0拿下比赛 从10年前的路特丹市平赛 到今天的东京奥运会 他们依旧是国拼的第一男双